作者Mark Piskopos,翻译 新兴国际,从防空系统到核潜艇 苏联与印度享有长期的,有利可图的国防出口关系 然而,苏联的继承国俄罗斯从历史上到现在一直都在努力打入印度新型武器市场 经过数十年的僵局,似乎克里姆林宫已经找到了卡拉什尼科夫的新型AK203步枪出口的解决方案 上周,俄罗斯总统弗拉基尼尔普京和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在印度东北部的科尔瓦小型武器生产厂 开设了一家新的共同管理的AK203生产企业 普京总统用一个庆祝电报,迎接这一场盛事 强调俄罗斯国防技术如何补充印度的国家安全利益 新合资企业将生产世界著名的最新200系列卡拉什尼科夫突击步枪 最终将实现全面的生产本地化 因此,印度国防工业部门,依靠先进的俄罗斯技术 将有机会在这类小型武器中,满足国家安全机构的需求 卡拉什尼科夫的冒险标志,驻新德里长期以来 一直在寻找不可靠的INSAS步枪的继任者的结束 该步枪自1998年以来,一直是印度武装部队的支柱 AK-203 卡拉什尼科夫新的7.62x39毫米弹的出口变种AK-12 与INSAS相比 它具有全面的效能改进 AK-203,避开了臭名昭著的困扰INSAS步枪的 因温度导致的操作性问题 同时拥有更轻的重量 更短的长度和现代突击步枪的人体工程学 后者包括聚合物护手 皮卡丁尼导轨和可调节的枪托 虽然改动可以忽略不计 但这些功能增加了整体改进的操作体验 大量装备印军和安全部队的INSAS步枪 但从俄罗斯武器出口业务的角度来看 这笔交易签署了高达75万支AK-203步枪 其中40 000支直接进口 其价值同样重要 如果仅仅向印度出售750 000架AK-203 它在短期内是否会更有利可图 或许 俄罗斯官方防务出口机构 俄罗斯国防出口公司 希望这项协议 能够让卡拉什尼科夫 在未来几十年内在印度枪械行业立足 正如俄罗斯国防出口公司直行长 亚历山大米切耶夫所指出的那样 AK-203 只是卡拉什尼科夫对印度市场计划的讽刺 工厂的生产能力足以五周印度所有安全机构的人员 如果有必要 各方将能够提高产量并升级设施 以制造基于卡拉什尼科夫独特设计的未来型号 AK-15K和AK-203对比 卡拉什尼科夫之前 为扩充套件印度市场所做的努力 因其他原因而停滞不前 原因是印度人偏爱使用7.62 乘以51毫米北约步枪弹的突击步枪 那么 为什么新德里会选择7.62 乘以39部枪弹的AK-203呢 选择较小的7.62 乘以39外壳 几乎没有军事原因 因为在类似情况下 7.62 乘以51发射通常会越来越快 相反 印度的改变可能来自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 和印度军现场 OFB生产组织之间联合 生产安排的后勤和经济效益 具体而言 OFB将持有该合资企业50.5的股份 大部分份额使印度政府 能够获得卡拉什尼科夫的巨大供应链和技术专长 同时在专案过程中 仍然保留住长期的政治决策权 AK203 尽管如此 这家合资企业 仍然是俄罗斯AK200系列的早期里程碑 该系列已在2019年2月初之前出口 他还说明卡拉什尼科夫 肯定会采取什么积极措施 扶持其庞大的轻型武器出口战略 提供旗舰步枪 有两种不同的尺寸和三个不同的枪式 以尽可能吸引广泛的进口商 备注作者 Mark Piskopos是国家利益网站长期投稿人 并担任国家利益中心的研究助理 Mark Piskopos还是美国大学历史系博士生 教主持人 感谢您的观看